哆啦A夢的秘密道具都各自有了奇幻的能力 例如我們常見到可以完成瞬間移動的任意門 以及回到不同時間點的時光機 甚至還有可以夾競箱小褲褲的仙裙子用魔術手 都是非常棒的道具 這些秘密道具不僅能完成夢想 還帶給我們對未來的各種想像 似乎在四次元口袋裡 每個道具都是那麼的美好啊 雖然好用的道具真的非常的多 然而並不是每個道具都可以拿來隨便亂用的 因為他們有些其實非常危險 在哆啦A夢的故事當中就曾經登場過不少 差點釀出悲劇的道具 他們各自都有超危險的功能 稍有不慎就會讓世界陷入毀滅 有些甚至還因為太可怕 導致成為許多觀眾小時候的童年陰影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幾個 在哆啦A夢故事中引起混亂的 極度危險的秘密道具 人類製造機 在現今的世界當中 人造生命因為有倫理上的問題 因此在許多地方都是備受爭議的 然而在我們萬能的未來世界 卻有真的能夠創造人的道具 在短篇《人類製造機》當中 大雄在某次回家的時候 發現家裡有一台人類製造機 並且看到有張紙上寫著 想不想用你的手製造出一個嬰兒看看呢 人類製造機只要利用手邊的材料 就可以從中擷取需要的成分 重新分解組成一個新的人 大雄照著說明開始收集材料 由於無法湊齊最後的部分 甚至還跑去問鏡香 要不要跟他一起製造 好奇的鏡香問 是要製造什麼東西啊 大雄則直接的回答 小孩子 大雄在集齊材料之後 按下了人類製造機的按鈕 結果這台人類製造機 還真的開始製造嬰兒 正當大雄非常開心 準備炫耀自己要當爹時 卻遇上哆啦A夢急忙回來 並且講出了這台機器 其實有一個巨大的問題 原因是他所製造的人類 會變成一種特別的異形 並且有著難以控制的潮能力 此外這些異形 還會再使用製造機 來製造出自己的同類 最終在未來世界與聯合國開戰 因此必須馬上收回 那聽到這邊呢 大雄臉都綠啦 隨後哆啦A夢馬上衝上樓 想要敲壞機器 然而異形卻已經誕生 他不但操控了哆啦A夢 還命令大雄買牛奶給他喝 甚至還玩弄了鏡香啊 嗯 這麼小就這麼懂完 最終靠著哆啦A夢的道具 才讓異形回到了誕生前的時間 由於該集的氛圍與異形 非常的詭異且凝重 所以這台人類製造機 也被很多觀眾稱作是 童年的陰影 惡魔護照 惡魔護照是一個非常犯規的小道具 在外型上是印著惡魔臉的紅色小冊子 並且印上了英文字 Tespot of Satan 通常我們都會開玩笑 如果做出了什麼事 只要露出你的證明 就可以大事畫小小事畫五啊 那惡魔護照呢 同樣就有這樣的效果 不管做了什麼事情 只要使用者亮出了護照 就會被對方無條件的容許 等於是發動了陷阱卡 可以色色啊 在水田版的動畫當中 大雄在牆上多啦A夢拿到護照後 分別偷了媽媽的錢 拿走了小夫的零食 甚至還讓鏡香 主動先裙子給自己看 這個惡魔護照 真的是太可怕了 如果用在一些特別的事情上 那真的可以說是最強最變態的道具啊 由於這個道具實在太迷幻了 因此在觀眾間也非常有名 甚至還有登場過眼神的本本 如果大家今天拿到了惡魔護照 你又會去做什麼事情呢 獨裁按鈕 獨裁按鈕是在Doraemon系列中 被多次收錄且重製播出的名道具 在外型上是一個被黑色圓盤包覆的紅按鈕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按鈕 然而卻有著超強的能力啊 只要使用者說出某玩的名字 並且同時按下獨裁按鈕 就會像薩諾斯彈指一樣 直接讓對方消失在世界上 更狠的是除了使用者以外的人 都不會有任何人保留相關記憶 在劇中大雄由於棒球比賽的關係 遭到了胖虎的欺負 因此按下獨裁按鈕 讓胖虎這個角色直接消失在世界上 就連老師甚至是胖虎媽媽都不曾記得有這個人的存在 雖然胖虎消失了讓大雄免於被欺負的命運 然而卻因此讓大雄非常自責 就在大雄休息時回想了至今所有身邊人的不滿 然後不小心就按到了獨裁按鈕 讓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了 這個比薩諾斯更狠啊 大雄從此就成為了新世界的神啊 然而全世界消失的背後 迎來的就是強烈的孤獨感 獨裁按鈕雖然有著強大的能力 但實質上卻是為了反向懲罰獨裁者而單身的道具 只要獨裁者感到孤獨或後悔 按鈕便會馬上失去效力 那大雄就在故事的最後呢 感受到了孤獨與後悔 最終也讓世界回復原樣 蛇法女妖的頭 說到蛇法女妖第一時間 想必大家聯想到的應該會是 希臘神話中的梅杜莎 而這個道具呢就有相似的概念 只要被眼睛放出的光線射中 肌肉就會變得跟石頭一樣硬 由於道具本身有自我意識 會緩慢的爬行移動 因此呢平時都是被放在盒子中的 必要時才會打開盒子 而只要拉一下頭上的蛇 就會讓陷入石化的人恢復原狀 由於大雄太常被罰占 因此哆萊夢讓大雄使用此道具 讓腳變成石頭 來消除場戰的疲勞感 哆萊夢覺得雖然道具非常可怕 但只要好好使用還是很安全的 然而他卻沒想到 安不安全是要看使用的人啊 我們的麻煩製造機大雄呢 就在使用竹青形的時候 意外的把舌頭丟在了後山中 這個舌頭呢只要丟出箱外 就讓靠近的人全部都變成石頭 哆萊夢跟大雄趕到時 已經發現老師變成了石頭 最終是靠著胖虎的助攻 才讓大雄成功回收這項道具 那如果沒有成功回收 哆萊夢很有可能就會在這一集全劇中啊 詛咒相機 詛咒相機是一個在機身上方 有著類似惡魔眼睛設計 且鏡頭顏色詭異的相機 雖然體積不大 然而卻有著可怕且害人的效果 連哆萊夢拿出道具時 都因為道具太可怕 而遲疑要不要真的使用它 只要藉由詛咒相機來拍照 就會釣出對方的人心娃娃 這個人心娃娃就像是無毒娃娃一樣 只要對娃娃做出任何事情 本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不管是用針刺像娃娃 或者是火燒與水焦 都會受到同樣的痛苦 完完全全體現的什麼叫做 那根據哆萊夢的說法 如果娃娃被拆開了 那本人同樣也會 光是聽到就覺得太可怕了 只要用詛咒相機 就可以直接上演奪魂劇 I want to play again I want to play again 地球破壞炸彈 最後我們提到的這個道具 可以說是在秘密道具當中 破壞力數一數二強的 大家都知道哆萊夢雖然很萬能 然而最怕的東西就是老鼠了 那為了要對抗老鼠 哆萊夢到底可以變得多兇呢 答案是為了老鼠 他可以直接把地球炸掉 在老鼠和炸彈的短篇故事當中 哆萊夢因為在家裡發現老鼠 而受到了巨大驚嚇 二話不說直接逃出槍來 準備跟老鼠決一死戰 隨後哆萊夢還變身補給傷人 發給大熊霸王槍 連大熊媽媽都給了一把熱線槍 然而就在一陣操作猛如虎 靜看傷害0.5之後 哆萊夢變得越來越瘋狂 決定直接拿出最具毀滅性的道具 地球破壞炸彈 這個地球破壞炸彈呢 從外形上來看呢 就是一個炸彈 那如果說它的名字屬實 那就真的是個能夠毀滅地球的道具 由於如果真的砸下去 不要說是老鼠 應該是全世界都會毀滅 因此在故事的最後 哆萊夢並沒有使用這個道具 也是啦 畢竟用了就完結篇啦 因為道具名實在是太過霸氣 而且最終哆萊夢並沒有使用它 因此這個道具 到底有沒有毀滅地球的威力 也成為觀眾們常常討論的議題 在動畫版中還有登場更強的 銀河破壞炸彈 那看到這邊呢 真的會讓人懷疑 人類的未來到底是多可怕 怎麼連一個家用型機器人 都可以拿出毀滅銀河的武器 哆萊夢你根本就是史塔克工業來的吧 OK以上就是本期 哆萊夢中最危險的道具 我們看完之後會發現 哆萊夢其實還蠻危險的 不但有著各種邪惡道具 還有些我覺得不該叫道具 根本是武器啦 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胖虎跟小福敢欺負大雄 那未來還會登場更多哆萊夢的影片 喜歡的話都歡迎點讚訂閱 並且追蹤我的Instagram 希望你今天過得開心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